我被罪犯施展酷刑致死时,老婆正在陪她的白月光看电影,接到我的求救电话时,她不耐烦地骂我,你要死就去死,不要打扰我和彭丽约会,我却松了一口气,还好老婆没赶过来。 三天后,老婆勘察了一起今天凶杀命案,她推测这是典型的仇杀,凶手是个老手,死者生前经历了精神和肉体上惨不忍睹的虐待。 她分析的全对,唯独,她没分析出死者是她最厌恶的老公。 三天后,警局接到陌生人报案,老婆迅速结束未陪白月光而休的年假,和队里的人一起赶到案发现场,废弃工厂,血腥味呛人。 老婆看着案发现场掉落一地的尸骨,精致的小脸很阴沉,太残忍了,这肯定是仇杀里对脸色严肃,她深知仇杀二字背后的深意。 你确定吗?老婆点点头,好看的眉头紧锁着。 根据地上的流血量和死者溃烂的皮肤,死者应该是被活活鞭打而死我飘在空中,忍不住想鼓掌。 老婆好厉害,那凶手就是这么折磨我的,里对脸上满是阴霾。 死者信息呢?老婆低下头,开始拼凑地上的碎骨,半赏她轻声道,从碎裂的骨头和断掌推测死者是男性。 可惜头骨不见了,不过死者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。 身高一米八,左手胳膊有磕制,说到这儿。 老婆迟疑了一会儿,我飘在空中,着急地团团转。 老婆,快点发现这是我啊,他们是团伙作案。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啊。 终于,老婆的小助理指了指地上的两只断掌。 老师,这两只断掌上的红色指甲油,好像是刚涂的。 这凶手应该是男人,技术好差,我看看老婆拿起断掌开始打量,眼里突然闪过一抹疑惑。 我屏息凝气,紧张得不行。 我左手小拇指指甲从小就发黑,那是打量胎就自带的。 不过,凶手给我的断掌涂了红色指甲油,刚好就掩盖了我发黑的指甲盖。 小助理探过头,见老婆不说话,他好奇道。 老师,有新发现吗? 老婆从错愕中回过神,他把断掌放下,摇摇头。 暂时没有,以我之前的办案经验,凶手一般给死者涂指甲。 或者将死者打扮成洋娃娃的行为,大部分是为了满足内心的变态欲望爱。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,果然,老婆你是一点也没把我放心上啊。 你每次对我,都是刻意忽视。 隔天,老婆和队里的人商讨一上午,决定再去案发现场检查一遍。 他在废弃工厂来回观察,突然走到角落里,捡起地上一落的檀香手串。 小助理走到老婆身旁好奇道,老师这是凶手一落的,我飘了过去,心再次悬了起来。 这檀香手串是我经常戴的,也是我死前拼命留下的证据。 凶手发疯鞭打我时,我趁着摔倒故意把手串甩到地上。 如果老婆平时哪怕有一秒曾注意过我,她一定能发现这是我的东西。 老婆宁眉对着檀香手串失神,片刻后,她张了张嘴。 凶手作案谨慎,估计是凶手故意留下的。 挑衅我们的我急的团团转大喊道,完了完全偏了,老婆你再想想啊,我可是亲耳听见,他们准备对你动手了。 老婆回头看了一眼,不知是不是天意,她看着檀香手串,难难道,拿回去鉴定一下吧。 回到警局,李队召集大家开了三个小时的会议,临近八点,会议结束,李队疑惑地看了一眼大门。 奇怪了,平时只要你加班,王刚都会来接你,今天怎么没见他人啊? 老婆挑眉冷哼,他最好别来,我就不想坐他的车看到老婆对我怨气满满。 李队叹了口气,轻拍他肩膀。 人死不能复生,你儿子的离世,其实和王刚没什么关系,他是幸存者也是受害者,这么多年,你也该释怀了,怎么释怀? 如果不是他乱猜疑,我儿子又怎么会死?我妈也不会因为没了外孙。 最后一语而终,老婆表情激动,握着杯子的手都在狠狠颤抖,眼里透着一丝恨意,李队无奈地冥冥唇。 他私事早就习惯了,每次他劝我说,老婆都面露恨意,那件事王刚也很无辜,如果可以,他肯定愿意拿自己的命换回你儿子的命。 再说了,你儿子也是他儿子啊,呸,老婆怒目而逝,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,语气里全是愤怒。 那不是他的儿子,那是我一个人的儿子,他和我儿子一起被绑架,我儿子惨死,他安然无恙,毫发无损。 他配做爸爸嘛,他还不如彭丽,彭丽至少为了救我儿子,身负重伤。 如果可以,我宁愿彭丽是我儿子的爸爸,老婆罕见的激动,李队沉默着没再说话。 我看着老婆冷冰冰的小脸,心一阵阵发疼。 老婆,这都是彭丽设计的啊。 他和别人联手,一起设计了一个局,因为儿子无意偷听了他们的计划,而彭丽又恨你,所以当年儿子才会被折磨而死啊。 李队抿了抿唇,他看着母亲充满恨意的眼,终于忍不住了。 那件事过去五年了,这五年王刚对你怎么样,我们都看在眼里。 他若真是伪装,这五年他早该露出马脚了,如果你真恨他,放他离开也好,行啊。 我早就想离婚了老婆拿起手机,他仿佛得到解脱一般。 毫不犹豫地拨打我的电话。 嘟嘟。 语音提示对方已关机,老婆连拨了几次,语气满是不耐,关键时刻找不到人了,真烦。 等我见到王刚,非得和他提离婚。 我苦笑两声,老婆,你见不到我,也和我离不了婚了,你的婚姻状态只能写着两个字丧偶。 老婆离开警局后,我一路跟着他,他将车开进警民大厦,这是彭丽住的小区,也是我们的小区。 我们住同一栋楼,我在十二楼,他在十一楼。 自从儿子死后,他经常住在单位宿舍,偶尔往彭丽家跑,唯独就是不想和我独处。 老婆刚按门铃,彭丽围着围裙开门,月儿,回来了。 按老婆点点头,很自然地往饭桌上一坐。 彭丽给他盛饭,又给他端了一碗汤。 老婆抿了一口汤,漂亮的眼睛湿漉漉的,好好喝啊,多喝点。 去食汤彭丽宠溺一笑,揉揉老婆的头。 我飘在空中,羡慕又嫉妒地看着这一幕。 这可是我幻想许久的场景啊,凭什么被彭丽这个恶人抢了? 不对,他怎么那么嚣张? 居然敢带着我生前脖子上的银项链。 彭丽手机突然震动,他拿起来看了一眼,眼里闪过一抹寒意。 我飘到他身后,是彭丽的帮凶发来消息。 彭丽,该动手了。 李队那边估计猜测到了,好彭丽回了一个字。 我心悬到极点。 老婆,快跑啊。 今晚千万不能留在彭丽家。 老婆竖然抬头,她刚想说什么,便接到李队电话。 李队,啊,我在锦明大厦,案子有进展。 好,你来接我。 我现在下楼彭丽眼里扶起一抹音质。 老婆挂了电话,无奈地看着她。 今晚不能陪你了李队说案子有进展。 现在过来接我,我拍手叫好。 李队,你是我的神。 彭丽眼里闪过一抹失望,她依旧不死心,拉住老婆的手。 今晚不能陪陪我吗? 老婆摇摇头,像哄孩子一样娇称道。 明晚陪你哈看着老婆上了李队的车。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 李队,案子有什么新发现? 老婆刚绑好安全带,疑惑地看着李队。 上次李队这么紧急喊她,还是我们儿子出事的时候? 李队看了一眼我生前的照片,目光落在我手腕处的檀香手串上,脸色凝重。 你最近一次见到王刚是什么时候? 老婆见李队三番四次提起我,加上今晚不能和彭丽独处,她有些不耐烦了。 忘了,我什么时候见王刚,和这案子有关系吗? 方韵,我在公事公办,问你话呢? 李队表情严肃,鲜少对老婆吼。 老婆皱了皱眉,努力思考。 我最近一次见她是在休假前七天前顿了顿,她侧过头,冷声道,该不会王刚和凶手有关系吧? 这个畜生,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人。 李队翻阅着五年前我儿子惨死的案件,脸色阴质骇人。 他关上手机,看着老婆,揉了揉眉心,你儿子当年的惨案估计很快水落石出了老婆有些激动。 这几年,他做梦都想揪出杀害儿子的凶手。 当时老婆赶到案发现场,儿子已经被凶手杀害了,这是他一辈子的痛。 李队,那个案子有新进展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? 李队抿了抿唇,眼神闪烁,还不确定,等等把老婆叹了一口气,她歪着头看向窗外,眼眶泛红。 看来,她又想起儿子了。 刚到警局,李队把小助理喊过来。 匹配结果什么时候出来? 加急了,一个小时候出结果小助理到。 结果出来,先打给我看李队特意叮嘱,小助理点头,转身去忙工作。 老婆看着神情严肃的李队,依旧对我不满,李队王刚该不会真的是帮凶吧? 她肯定心虚了,所以才将手机关机。 我现在就联系她,李队盯着愤怒的老婆意味深长道,也好你最好能联系得上她,这话不但没有点醒我老婆。 她反倒更加确信我就是帮凶,开始疯狂打我电话。 每次打过去都是关机。 老婆越发不耐烦了,给我发了一条信息。 王刚,你如果做了杀人犯法的事,赶紧滚过来自首,不要浪费我们的警力。 你是畜生吗?那个死者死得这么惨,你作为帮凶不心痛吗? 我叹了一口气,笑得眼泪直流。 老婆啊老婆,我不是帮凶,我才是那个死者,是那个被活活虐待而死的死者啊。 你怎么宁愿相信我是凶手,也不相信我被残忍害死了呢? 门突然被推开,小助理拿着文件走进来。 李队,匹配结果出来了,李队颤抖着手打开文件,他脸色煞白。 老婆冷冷一笑,继续给我发信息。 王刚,你完了,我们已经知道死者信息了,我会亲手将你绳之依法,让大家看清你的真实面目。 李队捏着文件的手狠狠颤抖,他直直盯着愤怒的老婆。 方月,你看看结果,你会后悔的老婆不以为然地接过文件。 嘴里念叨道,我能后悔什么王刚他逃不了的。 他一边说一边翻阅死者信息,在看到王刚二字时,话语戛然而止。 脑子一片空白。 不可能,你们搞错了吧,王刚不是帮凶吗? 他怎么可能是死者? 错了错了,肯定是同名同姓。 老婆自己都没注意到,说这话时他嘴唇在颤,眼眶泛红。 李队狠狠皱眉,指了指报告,局里处的检查结果盖过章的。 你觉得可能作假吗? 再者,身高一米八二,姓名王刚,又是在我们警局附近生活。 你觉得会有那么相同的两个人吗? 李队说完,会议室死一般的安静,老婆发疯一般盯着我的死者报告来回看,他手哆嗦的厉害。 不可能的,五年前那么凶险的惨案,王刚都能安然无恙地脱身。 他这次怎么可能会出事? 我飘在空中,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 五年前我接儿子放学惨遭绑架。 老婆赶到时,儿子被歹徒活活折磨惨死。 而当时我毫发无伤,提早赶来的彭丽却伤痕累累,只剩一口气。 他见到我老婆的第一句话,就是污蔑我。 我经历了,王刚怎么像个懦夫一样躲在角落里,一点忙也不帮就因为这句话。 老婆恨了我整整五年。 他从以前的温柔娇称,变成对我的厌恶烦恨。 可我无论怎么解释,老婆都不相信我,言语甚至更加激烈。 我儿子惨死,歹徒让你做选择,你居然选择保自己。 王刚,你懦弱的一幕全都被拍下来了,你让我怎么相信你? 你个懦夫,我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你? 我儿子为什么要有你这个霸? 我心里憋屈得很,却半个不字都说不出口。 毕竟,视频是真的,我选择自保也是真的。 可这都是歹徒逼迫的。 如果我不按着歹徒说的去做,歹徒拍不到想要的视频, 他就会对儿子施展更残忍的虐待。 我也心疼我的儿子啊。 老婆,这五年,我活得比你还痛苦。 我是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在我面前,被肢解的。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彭丽的计谋。 临死前,彭丽亲口承认,当年她让同伙在她身上留下伤口。 你身入局,为的就是让你恨我。 回忆起往事,我胸口阵阵发疼。 李队红了眼,她拍了拍老婆的肩膀。 方韵,你冷静一点,节哀。 老婆亮腔站起,她脚步漂浮虚弱。 小助理急忙在一旁扶着她。 老师,你要去哪儿? 我去看看尸体,肯定不是她。 老婆发疯般跑到隔壁复原师工作室, 她看着桌上的无头碎裂尸骨。 颤抖着手拿起那只断掌。 在征得李队的同意下,她拿起卸甲油, 哆嗦着卸下我小拇指上的红色指甲油。 很快,露出一个发黑的指甲。 她错了几秒,迅速打开我朋友圈, 翻阅我的照片。 在看到我手腕处的檀香手串时, 老婆呆呆地愣在原地。 两个准确的细节信息, 加上局里出事的报告, 是我无疑了。 可老婆依旧不想相信这是我。 哈哈哈哈,不可能, 不可能的, 你不是最擅长逃生吗? 你怎么突然死了? 起来啊, 结婚时, 你不是说要陪我到老的吗? 你个骗子。 小助理心疼地抱住老婆。 老师, 家呀, 老婆呆呆地看着小助理。 你们都是骗我的, 我在做梦, 对不对? 小助理低下头, 门口处的李队沉默片刻, 也低下头。 没人敢回复她, 我飘在空中, 有些不能理解。 老婆平时不是对我厌恶透顶, 张口闭口都希望我死吗? 可我真的死了, 她怎么那么难过? 是因为没人可恨了吗? 我不懂, 李队于心不忍, 把谭香手串给了老婆。 老婆捏着手串, 身子直直地跪在我的尸体前。 无论李队怎么拉她走, 她都一动不动, 也没有说话, 眼里全是空洞。 终于在凌晨两点, 老婆直直晕了过去。 单位宿舍, 老婆睡了一天一夜, 醒来时, 彭丽坐在一旁。 她手里捧着一碗粥, 见老婆醒来, 伸手去扶她。 醒了, 喝点粥暖暖胃, 老婆摇摇头, 她嘴唇干裂苍白。 一想起我, 她眼眶再次泛红。 王刚, 她死了, 彭丽脸了脸眸, 眼里满是震惊和无辜, 怎么回事, 她好端端的怎么会出意外? 都怪我, 当时她打电话向我求救了, 我还不耐烦地骂她, 让她死圆点老婆咬了咬唇, 眼泪速速流下, 语气满是懊悔和自责。 彭丽, 是我害死她了, 她遵纪守法, 从不得罪人, 肯定是我的工作连累了她, 我知道她这些年过得也很苦, 儿子没了她肯定也自责。 可是当年的事, 我没办法不恨她, 彭丽, 她走了, 我一点补偿她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怎么办, 怎么办, 我好后悔啊, 彭丽暗叹一口气, 心疼得安抚老婆。 不怪你, 这不怪你, 王刚是个好男人, 他若是知道你这么难受, 肯定不会责怪你的我看着彭丽虚伪的脸, 气得牙痒痒, 呸, 虚假。 我恨不得现在就撕开她的真面目,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, 越觉得她是故意接近我老婆, 否则, 当年我因公出差, 她怎么就那么巧合地救了差点被车撞的儿子, 老婆从此对她心怀感恩, 接着, 她又搬进我们小区, 住在我们楼下, 现在仔细想想, 从一开始, 她就在刻意接近我老婆, 别难过了彭丽想轻抚老婆的肩膀, 老婆歪了歪身子, 无声躲过, 彭丽收回手, 漆黑的眼眸闪过一抹寒意, 我飘在空中, 这才注意到彭丽把项链摘了, 我若是她, 应该选择连夜逃亡, 怎么现在还陪在我老婆身边, 难道她有别的计划, 老师, 李队喊你去警局, 小助理站在房间门口, 打破了这一世的尴尬, 我暗暗松了一口气, 李队昨晚就命令小助理贴身照顾老婆, 两人没有单独相处的空间, 彭丽不敢轻易做什么, 我先过去一趟老婆起身, 没看彭丽一眼, 警局, 会议室, 李队拿出五年前儿子惨死的案子, 他把我的案子放在一起, 你看看, 这两个案子, 老婆打断李队的话, 他看着文件上惨死的儿子, 声音狠狠颤抖, 我昨晚也想到了从作案手法看, 杀害我儿子和我老公的应该是同一个人, 我怎么就忽略了, 近几年的仇杀案, 只有我儿子那个案子没结案, 巧合的是, 他们生前都是被活活放弃而死, 死前都被砍下了双手李队眉头皱的痕景, 做他们这一行的, 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, 他比谁都清楚, 李队, 我想再去案发现场看看, 毫无暗暗激动, 老婆, 一定要找到我留下的证据啊, 很快, 老婆和队里的人赶到案发现场, 知道死者是我后, 所有人都打起十二分精神, 生怕错过任何一处细节, 老婆盯着地上的一滩血迹, 秀眉颈簇, 他真的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天才法医, 仅仅半小时, 老婆就分析出, 我先是头部受到重创, 接着被凶手砍下双手, 最后才被鞭打流血身亡, 等等, 这是他生前话的符号, 老婆指着那一滩血迹, 小脸浮起一抹寒意, 话落, 所有人都为了过来, 小助理惊呼道, 老师, 是D和二, 我飘在空中, 重重叹了一口气, 祖宗, 是P和二, 不是D和二, 若不是被杀害, 我都不知道彭丽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, 我出事那天,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 电话里的男生很阴森, 你想不想知道杀害你儿子的人是谁, 你过来这里, 他在等你, 我心咯噔了一下, 第一反应是联系老婆, 可对方紧接着又说了一句, 别试图联系别人, 否则我找人杀了老婆, 彭丽和你老婆在一起, 你不想见到她的尸体, 就静悄悄过来, 那时我才发现彭丽有很大问题, 我没敢联系任何人, 单独前往废弃工厂, 原因很简单, 第一, 我欠我老婆太多, 上次我没保护好儿子, 这次我要保护好他, 第二, 我真的想知道杀害儿子的凶手是谁, 我也想给老婆留点有用信息, 然而, 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, 我没想到对方对我恨意十足, 我一到废弃工厂, 对方就对我下了狠手, 鞭打, 放血, 电击, 那痛不欲生的折磨, 我现在想起灵魂都发疼, 不过幸好, 我在生前拼命留下了证据, 在流了大量血后, 我用着仅存的意识, 用手肘一遍遍写着P和二分, 可我万万没想到, 小助理看的角度不对, 错把P当成D, D和二, 老婆秀眉紧粗歪头细细分析, D是凶手名字, 二是只有两个凶手, 李队抿了抿唇, 嗓音沙哑, 王刚只写了一个字母凶手, 应该是你们都熟悉的人, 对对对, 我点头如捣蒜, 这个D是谁啊, 老婆还是没想明白, 他左看右看, 当场模拟了我死前的姿势和角度, 书然, 老婆面色一沉, 不对, 不是D, 是P,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, 太好了, 离真相越来越近了, 李队脸色阴冷, 我们回去, 把你的朋友圈都捋一遍, 在老婆挨个分析自己的朋友圈后, 李队把老婆提及的所有, 以P开头的人, 都进行了一遍个人信息搜查, 傍晚, 他拿着一份报告走了进来, 脸色阴沉, 方韵, 彭丽行踪可疑, 老婆争了争, 小脸煞白, 他宁愿相信是另有他人, 也不愿意相信凶手是他, 不可能是他的, 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的, 是不是搞错了, 李队将报告递给老婆, 他比谁都清楚老婆对彭丽的依赖, 彭丽的母亲徐晴, 是十年前轰动全国的爆炸案罪犯, 他长期躲藏在西南边境, 七年前, 他再次犯罪, 杀害边境百姓, 你靠出色的法医鉴定能力, 找出了关键信息, 帮助团队将他缉拿归案, 同年彭丽用了其他男人的身份接近你, 由于他之前就整过容, 加上强大的反侦查能力, 躲过了我们的追查, 他很聪明, 知道最危险的地方,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老婆眼神空洞, 他有几秒的恍惚, 我知道, 他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这个事实, 树然, 老婆的手机震动, 猜到我了, 老地方, 单枪匹马过来, 奖励一个你老公头颅, 李队看着彭丽发来的信息, 面露担心, 你别急, 我们要从长记忆, 老婆摇摇头, 咬牙切齿斗, 我等不了了, 我现在就要过去, 我要亲手抓住他们, 李队无奈地叹了口气, 他知道以我老婆的性格, 此时无论怎么劝他, 都没有用的, 老地方指的是哪里, 老婆自然知道, 是我惨死时的废旧工厂, 他前脚刚到, 彭丽就和一个陌生男人走了出来, 我看着那个陌生男人, 混不得将他大协八块, 他就是杀害我儿子的真正凶手, 徐曹, 他比彭丽还可恨, 方韵, 你还真敢一个人过来, 彭丽冷笑两声, 一边走一边鼓掌, 我老公的头在哪里, 老婆冷冷地打量着他, 他直视刚露出真面目的彭丽时, 眼里闪过一抹不可置信, 随之而来的是浓浓的恨意, 他比谁都清楚, 彭丽之前和他接触时一直在伪装, 眼前这两个人, 是害他家庭破裂的柜子手, 急什么, 我们的账还没算呢, 彭丽轻斥一声, 一旁的徐曹拿出一个黑色袋子递给彭丽, 彭丽扯开大半个袋子, 里面是我的头颅, 给我, 老婆想去抢我, 徐曹站到彭丽面前, 冷漠地盯着我老婆, 老婆停住脚步, 他错愕地看着徐曹, 你是谁, 徐曹冷笑两声, 他突然疯狂大笑, 我姓徐, 我喊徐晴叫妈, 你说我是谁, 老婆表情一僵, 我飘在空中, 脑子也有几秒的空白, 徐晴只有一个儿子彭丽, 那徐曹是他干儿子, 这两人居然一个是干儿子, 一个是亲儿子, 两个疯子, 我低下头, 突然看到徐曹眯起眼, 按下扳机, 老婆快跑, 我大声吼道, 可老婆根本听不见我的声音, 啪, 一颗子弹直直射中老婆的腿, 鲜血四溅, 老婆单腿跪下, 徐曹轻斥一声, 就这点水平, 哥, 不好玩, 这女人交给你了彭丽独步走到老婆面前, 他捏起老婆的下巴, 表情猙獰, 你不是希望王刚死吗, 我成绝你了, 你怎么不开心, 啊, 呸, 老婆朝他催了一口唾沫, 眼里迸发恨意和懊悔, 如果不是你从中作梗, 我又怎么会和他有隔阂, 砰, 彭丽开了一枪, 老婆疼得脸色惨白, 他双腿都中枪, 无法动弹, 彭丽凑近老婆, 粗鲁地抬起她的脸, 拿起刀在她脸上笔划, 方圆, 你以为我不厌恶你, 你像个蠢货一样, 讨好我冷落你老公, 完完全全被我玩弄于鼓掌之中, 老婆死死瞪着她, 双目红得吓人, 突然, 她笑了, 你逃不掉的, 你现在越嚣张, 你就会死得更惨, 彭丽拿刀划破老婆的脸, 刺眼的鲜血从我老婆脸上滑落, 彭丽兴奋地大笑, 她知道自己要暴露, 依旧没想过逃跑, 估计就是等这一刻, 她恨我老婆, 死到临头还嘴硬, 你要不要体验体验你老公儿子是怎么死的, 我飘在半空, 急得团团转, 怎么办, 老婆你不能死啊, 哪知, 老婆不淡不惧, 反而无谓大笑, 你个懦夫, 你哪怕杀了我, 你也永远没有躲藏之地, 直到你落网, 我惊了, 这是老婆的信仰, 可是都这个时候, 老婆怎么还激怒他们, 彭车脸部微微扭曲, 她拿起枪对准老婆的脑袋, 砰砰, 我害怕的闭上眼, 不敢面对老婆死亡的事实, 突然, 耳边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, 彭丽, 你们说了, 我惊喜地睁开眼, 李队不知何时跑了进来, 我看向远方, 这才发现有两个狙击手在远程狙击, 他们枪法很准, 直接射中彭丽和徐曹的心脏, 才救了我老婆一命, 彭丽吐了一口血, 她直直倒下, 怎么怎么可能, 李队走过去, 狠狠踹了踹她的脸, 畜生, 别小看我们, 原来, 在老婆赶来废弃工厂的路上, 李队早就让狙击手就位, 刚刚老婆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, 而彭丽和徐曹之所以毫无察觉, 完全是因为他们过于自信, 他们死于自大, 老婆强忍着痛疼, 她拖着受伤的双腿爬到黑色带子旁, 小心翼翼地拿出我的头颅, 过了好几天, 我的头颅眼睛秃得吓人, 臭味冲天, 可老婆丝毫不怕, 反而将我抱得更紧, 你难道, 老公别怕, 坏人死了, 李队几人纷纷撇开脸, 双眼泛红, 很快, 老婆因流血过多, 晕了过去, 再睁眼, 老婆躺在病床上, 在他病床旁, 站着一个男人, 老婆迷茫地看着男人, 想了片刻, 终于想起这个人, 你是, 王刚的兄弟, 何站点点头, 他得知我离世后, 难过了好几天, 知道事情经过后, 又有点怨我老婆, 他是我生前最好的兄弟, 何站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, 递给老婆, 耿道业, 刚子的银行卡, 他之前和我交代过, 如果他出意外了, 就把卡给你, 密码是你们结婚领证那天, 里面估计有六百多万存款, 你知道的, 刚子年薪很高, 这些钱够你下半辈子生活了, 老婆鼻子通红, 双眼含泪, 他撇过头, 我不要, 拿走我叹了一口气, 老婆还是不想接受我死亡的事实, 他估计更不能接受, 他这几年冷脸对我, 我依旧给他铺好了路, 可是老婆, 我不恨你啊, 我从未恨过你, 我只恨我当时没有保护好儿子, 和湛拿出一封信, 不满地塞给我老婆, 我也想拿走, 我也不想见你, 可是刚子交代过,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给你, 有些话我真的不想说, 你明知道你儿子死和刚子无关, 你还是把怨气撒在刚子身上可是方韵, 你知道吗, 这么多年, 他在我面前从未说过你一句不好, 每次提起你, 他都是很骄傲的语气, 老婆犹豫片刻, 还是接过那封信, 他哆嗦着手打开信封, 只扫了一眼, 哭得身子狠狠颤抖, 这封信我五年前就写好了, 当时我就想过会有那么一天, 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勤恳工作, 想给他挣多点钱, 毕竟, 只要我多赚点钱, 他就能少经历一些危险, 老婆, 别哭, 你笑起来才好看, 看到这封信, 你大概知道真相, 凶手也被绳之以法了吧, 你不要难过, 我一直很为你骄傲的, 我有时候在想, 如果没有发生儿子被害一事, 我们是不是可以幸福过一辈子, 我们可以看到儿子结婚生子, 我们可以相依到老, 可是老婆, 我们从高中相识, 没有什么大的争吵, 携手走进婚姻, 最后共同孕育一子, 我能和你有这么多年的幸福时光, 我已经很知足了, 好了, 别哭啊, 老婆, 我不知道我存了多少钱, 不过, 我是个思想开放的人, 我死了, 你一定要找个好的男人再嫁, 再生的孩子, 你很美, 超级美的, 你的宝宝一定很漂亮, 你一定不能因为我, 手寡一辈子, 你会很辛苦的, 不过老婆, 可不可以到我的即日时, 你来看看我, 如果他很介意, 那就算了, 老婆, 早安午安晚安, 最重要的是, 你一生都要平平安安, 老婆看到最后时, 哭得已经泣不成声了, 他颤抖着唇, 死死捏着信封, 老公, 对不起, 对不起和站把银行卡放在桌子上, 叹了一口气, 夺步走出病房, 我的灵魂越来越淡, 逐渐往上升, 很快, 我看到了儿子的身影, 他依旧是五岁的模样, 小小的, 长得很像缩小版老婆, 我鼻子一酸, 冲上前抱住他, 彤彤, 你受苦了, 儿子摇摇头, 朝我咧嘴一笑, 爸爸, 我不疼, 我摸摸他的头, 小心翼翼道, 你别怨你妈妈, 他也没想到, 歹徒会害你的, 儿子再次摇了摇小脑袋, 一脸骄傲道, 才不会呢, 我妈妈可是英雄, 对, 你妈妈是人民英雄, 大家心里的人民英雄, 全文完,